春节期间,河南洛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首次启用移动式巡逻预警机器人,加强道路执法。 这些机器人安装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外的护栏上,可第一时间抓拍路面违法画面,并启动语音设备驱离闯入应急车道的车辆,有效解决了高峰时段道路违法行为,保障了路面畅通。